大家好 我是茶叶蛋 前幾期都是一些比較感傷的影片 今天來聊些比較輕鬆的 存在感不高 人稱作者親兒子 入住春田 在鬼滅殘暴劇情中 不要說住了 所有路人角色都拿來逃過作者的殘酷 那春田又是如何經歷種種難關 還是這件全都活下來呢 先簡短來介紹一下春田 春田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特點 真的要說的話就是有一頭滑順的頭髮 據說頭髮弄得如此柔順的原因 是因為曾經被春天所稱讚 後來養成每天用山草畫有保養頭髮的習慣 春天的個性大概就是比一般人還勇敢些吧 即使整個團隊都被消滅後 還在那天之路上與鬼作戰 使用的是水之呼吸 不過因為力量太弱 所以無法展現水的特效 水之呼吸對初學者來說是比較簡單的 因此水護的使用者也相對較多 不過春田的培育者不是探戰翼勇的師父玲瓏 除了玲瓏之外也有其他傳授水呼的培育者 春田會加入鬼殺隊是因為他所有家人都被鬼殺死了 無欲無靠的他才選擇加入鬼殺隊 與槍兔翼勇同一次追蹤選拔 因為槍兔幾乎僅憑一己之力 將整個藤其上的鬼全部剿面 所以春田一開始沒什麼實力也能成功通過追蹤選拔 好 進入正題 要說春田如何挺過來的 就要從春田第一次登場開始說起 春田首次亮相 納田蜘蛛山 接到烏鴨命令 與其他十名烈鬼人一同前往納田蜘蛛山 之後被操縱失線的鬼蜘蛛媽媽控制 開始互相殘殺 春田是少數沒有被蜘蛛樹控制 並且活下來的人 好乏乏乏乏乏村道探戰等人前來支援 得知前來支援的探戰 一蜘蛛竟然是鬼殺隊最低級別 但是已經是跟級別春田開始吐槽 為什麼不是助己來支援 虧賴的幾個結果都一樣 立馬就被逸出作為一拳 的確該中 但是春田雖然等級比探戰等人高 可是論實力還遠遠不如電底的主角團們 但以普通人的角度來說 春田會有這種反應也挺正常的 畢竟趕來支援是兩個剛剛通過考核的新人 按常理來看這只會徒增傷者 隨後為了砍殺背後操縱失線的鬼 春田勇敢讓探戰逸出 兩人前往尋找蜘蛛媽媽 自己則獨自應付現狀 春田終於展現前輩該有的樣子 單單和實力 當時翼蜘蛛還說春田嚇得都快尿褲子了 但其實春田不僅沒有尿褲子 還挺勇敢的 從這樣的戰鬥可以看出 春田是個有思維的路人 並沒有著急應對眼前的事情 而是近代支援 其他成員暫時都是因為自以為是 不聽指揮 這次春田能活下來靠的是自知之明 戰鬥過一段時間 春田遭遇了蜘蛛姐姐 被這隻鬼姐姐削鬼術 融解肢鹼襲擊 整個人都被包覆了 用刀切也切不開 很巧的是 蝴蝶人即時趕到 砍殺了這隻鬼姐姐 春田因此被蝴蝶人所救 當時已有14個獵鬼人 都被融解肢鹼包覆死了 他毫髮傷了又活了下來 就是他靠的是運氣 不過衣服被裡面蒜葉融化 揉著身和蝴蝶人說話 還挺尷尬的 路人終究還是路人 細再多就搶完主角風頭了 春田再次亮相似在進百戰後的事了 住主角訓練 春田以探戰等人在炎柱訓練中相遇 然而炎柱是訓練的最後關卡 也就是說 春田通過了硬柱的巴黎特訓 練柱的第一樓軟練習 小柱的高速移動 蛇柱的招法調整 不許有衛類風柱的暴打 再來是最後炎柱的肌肉強化 春田是少數能夠通過如此嚴苛訓練的人 大多數人都說不到這種訓練 被搞得精神錯亂 散吐下瀉了 雖然春田的實力進度幅度依然不比主角團 但最後一名普通隊員來說 已經上市非常誇張的提升了 之後無限層決戰 春田當然也有加入 以衛裝成人類呼入鬼殺隊玉石洋同一組 並進行支援 雖然以其他隊員察覺有意 卻不曾想過玉石洋是鬼 在救出聖益時 一邊吐槽玉石洋這囂張後輩 一邊掃清周圍的鬼 居原住所言 這些雜魚鬼都不會無常賦予而相當於下嫌的實力 可見春田如能通過種族的訓練也不是蓋的 其實力已經非希比 能與無限層的鬼打得有聲有色 還對待喜感 保護了玉石洋和喪者善意 成為主必須打倒至少一個神惡鬼月 或者五十隻鬼 那麼說當時春田也達到了主的門檻 之後由於常伏著哭泣又中善的善意 導致春田與其他隊員走散 和一隻乎相當呼奇之式的會合 這裡春田也搶命地逃過一劫 加上賢都被打敗後 無常復活了 為了補充體力 無常隊第一以及第二部隊進行大屠殺 春田因此前的隊員走散也間接躲過無常的殘骸 他又活了下來 這次他靠的是走散 無限層崩塌後 戰場轉至地面 春田從殘骸中湧現 本想勇敢散前砍殺無常 與抱父母的血仇 但被義勇阻止了 要他將周上探战代理戰場 因此他又逃過一劫 這次他靠的是義勇的阻止嗎 不過對於明治被義勇記住這件事 他既正經有敢弄 畢竟他也自認就是路人一個 沒什麼重大攻擊和成就 以同屆義勇實力相差太大 也不敢守望會被記住 最後鬼殺隊無常的決戰 春田的全城都在線 沒有昏迷掉線 以旁觀者身份目睹全城決戰 此戰鬥後 鬼殺隊或許會解散 但對於人類的貢獻值得去紀念 這時也只有目睹全城的春田 可以將鬼殺隊的傳說 以故事的形式傳承下去 雖然春田的實力個性等都不是很突出 但也有不屈不擾的決心 通過自然努力一步步的變強 活出性命與鬼戰鬥 綜合多面設定與表現來說 春田也是個主角 路人中的主角 名副其實最強路人 在滅住自然中 除了春田 其他人的性命都不能得到保障 那你愛上春田了嗎 我是彩蛋 大家下次見 喜歡鬼滅的表演訂閱